在经历半个多月的等待闯口后 北京时间的10月20日晚 英特尔13代酷睿终于是迎来了正式发售 其中睿频来到5.8GHz 超频高达8GHz的i9-13900K 则再一次成为了性能王者 而i5-13600K同样也是在线了莫秒权的盛装 那除开这些以外 13代酷睿是如何把13箱发挥出来的呢 下面就跟着Gate强来了解一下吧 其实在上一次发布会总结视频中 我们就提到了 此次的13代酷睿首发包含了 i9-13900K i7-13700K和i5-13600K六款产品 对比12代酷睿核心代号上 由Elder Lake更改为了Raptor Lake 而制成工艺则是采用了优化过的 英特尔7工艺 所以性能上可以看作是英特尔6 至于核心架构上 能效盒采用了升级缓存的 GraceMont架构打造 而性能盒直接是从GoldenCove架构 升级为了RaptorCove架构 以此来获得更高的缓存容量和主频提升 详细规格方面 旗舰款i9-13900K由8个性能核 加16个能效盒构成 最终规格为R4核心32线成 拥有32MbpsL2缓存 36MbpsL3缓存 最大锐频5.8GHz 最大功耗253W 售价4899元 次旗舰i7-13700K由8个性能核 加8个能效盒构成 最终规格为16核心24线成 拥有24MbpsL2缓存 30MbpsL3缓存 最大锐频5.4GHz 最大功耗同样也是253W 售价3499元 而主流款的i5-13600K 则有6个性能核 加8个能效盒构成 最终规格为14MbpsL2缓存 拥有20MbpsL2缓存 24MbpsL3缓存 总计44Mbps 最大锐频5.1GHz 最大功耗181W 售价2699元 除此之外 13代酷睿全系仍按式集成了UHD770核显 并再一次对DDR5内存进行了优化 而DDR4内存也是依旧兼容的 同时由于这一代也并未更换主板插槽 所以旧款的600系主板和全线的700系主板均可使用 至于性能方面 格林英特尔官方表示 13代酷睿对比12代酷睿单线成提升有15% 多线成性能提升41% 但如果功耗相同的话 13代酷睿可提升37%的多线成性能 而想要持平12代酷睿 那么只需要花费25%的功耗即可 这也就意味着13代酷睿的能耗表现确实是非常优秀的 由于此同时 从演示的游戏来看 超过一半以上13代酷睿均是获得了5%的性能提升 而其中的英雄联盟更是有着24%的性能增长 在面对MD最新的锐龙R97950X时 旗舰i913900K更是实现了平均11% 最高22%的性能领先 除此之外 此前在夜蛋的加持下 13代酷睿甚至可以超频至8G赫瑟的天花板 并且也能够将DDR5内存超频至1000兆体每秒 然而现在嘛 一位来自于瑞士的极限玩家 在搭配RG Z790 Apex主板的情况下 已经将i913900K超频至了离谱的8812.85MHz 而内存也是超频至了11130MHz每秒 这一举动直接是打破了2014年AMD推土机架构FX8370 超频至8722.78MHz的世界纪录 所以这还用我说吗 起码英特尔YES打在屏幕上 看来这13代酷睿啊 滴滴确确是坐稳了13箱的宝座 王守义不服的不行 不过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14代酷睿的表现了 希望英特尔也能再次给我们带来惊喜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李克强 我们下期再见